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遇见一片神奇的崖壁 飞进洞窟中的佛国天地 无数个我终于融合成我们 洞窟得名莫高 初开始我们即在 在这极乐世界里 我们散花供养 欢喜悦舞 画师用凹凸法和蕴染法将我们描绘 头上的竖籍和宝关 是来自故乡恒河的记忆 我们以幽形的身姿努力跳脱重力束缚 半裸的身体立体浑远 伴随着鲜花肉身与飘带 在空中游戏 在一百多年 路途从西域再来生腾的火焰 纯净激烈的火焰 幻化吞吐之行 与中原的神思飞扬相遇 映照出我们的群聚 如山巒蝶杖 我们起舞的身影 愈发清秀 仙气 起舞不停 舞进大气开阁 截短暂的随带 三十多年间 崖壁上新开的七十多个石窟里 都留下我们舞动的涟漪 有时我们使庞大的歌阵 顺应火焰的方向 掠动着卷涌的流云 有时我们是天庭的出行仙岛 鼓动起极齿的飙风 层叠缤纷 之后我们飞进一片湛蓝通透 那蓝色后续来自 河西蓝铜矿中萃取的石精 更来自我们细细悠有 所搅动的无尽自由 我们在花草树木 亭台楼隔间曼妙穿行 要什么云气 风 火或翅膀 线条与空间的交错流转 就能勾勾勒我们飞行的模样 一千六百五十余年 二百七十多个洞窟 四千五百多身形象 诸天际月百千万种 我们乘这时代的风云 以微侯全世盛的 且歌且舞而来 我们曼妙风姿里 就是生命 我们轻盈飞过处 就是天空 国宝流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